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威特是中东的一个小国 领土面积只有1.7万多平方公里 人口400多万 整体规模只有我国一个市大小 可威特虽然小 但是命好不但有广阔的初开口 而且我土石油资源非常丰富 只比沙特少一些 因此可威特独立后就是个小土豪 非常有钱 也因此成为其他国家的借债对象 尤其是邻国 说到邻国 可威特只有两个邻国 沙特和伊拉克 对于可威特来说 这两个国家都是庞然大物 都惹不起 而接壤最大 关系最理不清的当属伊拉克 伊拉克以前是可威特的宗主国 是其一个省 后来才独立 有点像现在苏联 南斯拉夫解体国家的关系一样 对于可威特来说 跟伊拉克亲近 但是也十分忌惮 生怕伊拉克想起来 自己是伊拉克一部分 重新吞并了 可威特对于伊拉克是弱吉弱吉 有求必应 小心应付 所以伊拉克借钱 也自然是慷慨借能 而1980年伊拉克开启两一战争模式 一达就是八年 不光打光了自己的家底 而且还是借债之城 当时的萨达姆就向可威特借了150亿美元 这可是一笔巨款 可威特当时也不敢不给 只能是花钱买平安 而伊拉克用借的钱 大量买军火 支撑战争 才有了后来的惨剩 等到战后 开始计算债务了 可威特就找伊拉克要钱 要伊拉克还钱 没想到 伊拉克总统萨达姆要做劳赖 要求可威特免出债务 否则后果严重 而且伊拉克自己也有一套说辞 那就是自己跟伊朗打 也是为了保护可威特 因此这钱就当保护费了 而且 萨达姆才认为 可威特一直在偷伊拉克石油 这点钱就是补偿了 但是可威特虽然小 但是也是有性格的 就不怕威胁 坚持要伊拉克还钱 而当时伊拉克确实没钱 也不想还 而且萨达姆此时野心正大着呢 因为 伊拉克没钱 但是有军队 于是乎为了不还钱 为了教训小弟 直接出兵式十万共和国卫队 几天的功夫 就灭了可威特 将其设置为伊拉克的省 可威特的国王只能逃亡沙特 世界上唯一欠债的把债权国给灭了 上哪里说里去 于是可威特国王到处哭诉 最终美国带领联合国军 将这个欠债的打成废墟 而且付出的代价 那是多少倍的 一百五十亿美元都不止 伊拉克干的这事 堪称是最愚蠢的 不还钱反而付出更大的代价 最后国家都给灭了 所以 国家之间欠债 也是要还的 不还后果严重啊 探究历史真相 发现背后故事 对待历史 必须较真 更多精彩 请关注 还原历史背后真相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